张恒和郑爽的事情说白了就是两个人的私事 不应该让别人来掺和 但张恒和郑爽已经很少在网上发文了 但是南方的好友秦朝隔三差五的就在网上调试 就在近日秦朝又在网上发文了 而这次秦朝也算是破罐子破摔了 直接再度爆出三个网料 首先就是郑爽的粉丝颠倒黑白 刻意对他泼脏水 其次郑爽冻结了张恒的银行卡 给南方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最后郑爽至少要赔两个亿 其实不管是张恒的爆料还是秦朝的爆料 对郑爽的杀伤力无疑是非常大的 据媒体的爆料 郑爽的新剧已经开始AI混脸了 将会由彭肖冉来替代 其实郑爽演的是剧中人 人们看到的也是剧中的人 关心的也是剧中的人 已经拍成的就该郑爽播出不必换 但就如范冰冰一样 郑爽现在上了劣质艺人名单 虽然没有永久奉杀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解封 也是未知数 郑爽参演的众多影视剧作品 为了规避风险 通过换脸换人的方式 以求能顺利播出 也是很正常的 而郑爽是否真的要赔两个亿 暂时还是未知数 但秦朝既然如此肯定 估计很多东西也是八九不离十了 其实不论是张恒还是秦朝 为了打赢所谓的抚养权官司和离婚官司 真的不需要闹成这样 两个男人每天巴巴的 就行个女孩子 死来死去的 简直让人无语 张恒可能看到两个前辈的前车之剑了 所以留了很多大招 还有张恒不是娱乐圈的人 再怎么搞 他不怕正爽 他不靠娱乐圈吃饭 所以他不怕 人疏 再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